10月8日,中国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美团垄断案做出行政处罚决定, 责令美团停止违法行为,全额退还独家合作保证金12.89亿元, 并除以其2020年中国境内销售额3%的罚款即34.42亿元, 监管的重锤终于落在了美团头上。 消息一出,迅速冲上热搜。 34.42亿是什么概念呢? 美团去年在中国境内销售额是1147.48亿元,34.42亿,占了3%。 如果再仔细看,美团去年近赚47.1亿,34.4亿,则是美团去年赚的七成。 不过,这其实早在市场预期之内。 在此之前,美团已经多次预警其触及反垄断政策风险。 这也是今年以来,针对中国互联网公司的连续反垄断监管措施的一环。 到目前为止,包括阿里腾讯在内的主要互联网公司,都已经经历了反垄断政策的处罚。 从调查披露的信息来看,美团主要的问题,还是集中在,此前市场普遍关注的, 骑手社保、二选一,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方面。 比如说,二选一,滥用市场支配地位。 首先,美团在网络外卖平台市场,牢牢占据着支配地位。 2018-2020年,美团的网络外卖服务收入,在国内整个市场所占份额,分别为67.3%,69.5%,70.7%,也是国内消费者主要使用的外卖平台。 另外,关于二选一,作为国内的消费者,在日常点餐中,应该会有所体会。 例如,在美团外卖上有的商户,在其他外卖平台,却搜不到。 出现这种情况,有两个原因,要么是这个商家懒,就只入住了美团这一个平台。 要么就是美团二选一的结果,商家在入住外卖平台时,被迫从美团和其他平台之间二选一。 那美团是怎么做到的呢? 首先,美团会让商家签订一份独家协议,例如战略合作伙伴优惠政策申请书之类。 在这些协议中,都会强调要求商家不能再跟其他平台进行类似的业务合作。 而为有效推行这个二选一策略,美团还统一制定了与商户开展独家合作的话术口径, 对一线业务人员开展全面培训。 美团内部对于二选一到底交给员工怎样的谈判话术。 我们无从得知,但大概率是通过诱导方式让商户签下协议,当然也还会有别的手段。 上线外卖平台,店主是要给平台用金的,就跟租个铺位要给租金差不多。 对于不签独家协议的商家,美团会抽更高的用金,大约会高5-7个百分点。 在南充市火锅协会的举报信里,扣点甚至达到30%。 夸张地用金抽成,对于中小店家们,可以说是不能承受之重。 而面对这个外卖领域的巨无霸,根本束手无策,只好选择签二选一协议。 光是签协议可不够。 签约之后,美团有严格的手段,去确保商家会严格履行协议。 比如,美团会要求商家交保证金。 如果商家没有执行二选一,美团就会扣除保证金。 各家商户会收几百甚至几千的保证金。 最后累计下来,美团在三年时间里,收了163户商家的保证金。 总金额达到了12.89亿。 并且,他们还用上了大数据手段监测商家。 自动监测商家有没有在别的平台上线。 一旦被发现,就会被降权。 也就是人们,在美团搜这家店时,可能搜不到,或者排名靠后。 就这样,美团通过,线上线下各种手段。 份额有了,钱也收了。 可成本,却全都转嫁到了商家,落到消费者身上。 监管总局,也给出了,未来的解决方案。 除了高额的罚单之外,美团还收获了一份,行政指导书,要求全面整改。 并连续三年,向市场监管总局,提交自查合规报告。 从罚单的金额和处罚结果来看,并没有高于市场预期。 毕竟,相比于阿里,4%的罚金,美团的3%还是稍微留了点余地。 至此美团的反垄断风险,算是基本释放。 资本市场,也把这个消息,视为利好,认为靴子落地。 但需要注意,行政指导出第一条,就是保护中小餐饮经营者合法权益,不得强制承担促销成本,不得搜索降权。 第二条,是落实指导意见,保护外卖员的收入,社会保障,还有权益。 关于保障,中小餐饮经营者的试点,目前还没有看到新闻报道,但是保障外卖员的指导意见,已经刊发。 时薪不得低于,最低工资标准,节假日与恶劣天气送餐时,要加薪,足额缴纳商业保险。 不得用钻法压榨,建立工会组织,不能通过雇佣第三方,来逃避责任。 前面几条,如果严格执行,那么,美团现有的利润,可能为负。 后几条,如果执行,那美团引以为傲的高效率,可能也就基本没了。 再看现在的中概股,如果只从估值来看,确实很便宜,甚至来到了,历史最低的估值水平。 但问题是,中概股基本面,稳定了没有? 商业模式,是否还能成立?这个大家,心里都没底。 以前野蛮生长,丛林法则,但现在不行了,国内监管,定立了规矩,而且,一不合归就罚款。 动辄就是,半年以上的利润,这个对于各家平台来说,确实比较艰难。 现在很多平台,都需要修改之前的发展轨迹,重新制定战略计划。 所以资本市场,也就出现了一个,明显的价值混乱期,有看多的,也有看空的。 但现在看空的,依旧还占着大多数。 说到美股市场,10月8日,出现戏剧性的一幕。 美国9月飞农数据,再度爆了。 美国9月飞农,新增19.4万人,不及预期一半。 市场预期为50万人。 并且比8月的,23.5万人,还下降了,17.4%。 创下今年以来,最低水平,这低于,所有经济学家的预期。 几乎没有一个人预料到,会是这样一份,奇差无比的数据。 在这份数据公布前,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曾表示, 9月的飞农数据,不一定要非常漂亮。 只要是一份,说的过去的数据,那么11月份,就会如期缩减。 很显然,这数据,可说不过去。 面对这份数据,在此期间,黄金应该是,最具有代表性的市场。 数据公布后,金价应声上涨了,近20美元。 市场炒作的点是,美联储可能推迟缩减计划。 但半小时后,反转突然出现,金价回落25美元,回吐了全部涨幅。 那为何出现这种情况? 有分析师认为,8月新增就业数据,被向上修正。 从23.5万人,上修至36.6万人。 9月失业率,降至4.8%,而市场预期为5.0%。 薪资增长加速,平均时薪环比成长0.6%,为4月以来最强增幅。 平均每周工作时长,也在增加。 时间增加到,34.8小时,创下4个月高点。 这代表着,就业数据很惨,但似乎又没那么惨。 再是市场认为,虽然这份非农报告,是11月4日会议前,美联储看到的,最后一份就业数据。 但美联储不会太在意数据的疲软,因为通胀问题,更为棘手。 截至8月,美联储青睐的通胀指标,为4.3%,远高于,2%的目标。 而美国CPI,继6月份创出,2008年以来最大涨幅后,目前仍在,5%以上。 前财长姆努钦警告,拜登政府的超值行为,可能进一步,加剧通货膨胀。 10年期美债收益率,可能轻松达到,3.5%。 所以,无论这份非农数据表现如何,11月,都将正式宣布缩减。 那么问题来了,即将到来的缩减,将会有多大影响。 我们回顾,上一轮的情况。 2013年5月,美联储突然宣布缩减宽松。 全球金融市场,出现缩减恐慌,遭遇全面重挫。 美债一个月内,上行了50个基点。 标普和纳指,跌幅超过4%,护身300跌幅,超过10%。 之时,泰国指数跌幅超过17%,大宗商品全线暴跌。 而这次的美联储,自7月以来,提前给市场预留了窗口期,加大了预期管理力度。 所以,金融矩阵肯定会出现,但幅度应该会小于上一轮。 随着美债时间临近,全球都在聚焦美国政府的债务上限问题。 北京时间周五,美国参议院,以50票赞成,48票反对的投票结果, 通过了一项,将债务上限延长至12月3日的法案。 债务违约造成的影响,不可估量,可能会出现政府停摆,也会损耗美国信用。 引发美国金融市场,乃至全球金融市场矩阵,出现灾难性后果。 毕竟,美国的债务,世界的问题。 短期来看,最终美国国会,不可能视而不见。 美联储依然会开动印钞机,稀释债务。 但长期来看,美国债务,就像雪球一样,越滚越大,风险越来越大。 理论上讲,杠杆是有极限的,总有,难以为继的一天。 到那时,风险不可想象。